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來到傍晚的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今天最新的消息 當然李家超特首 下午3時半出來見記者 相信各位網友都知道 現在不是0加7 而是0加3 細節如何 兼且這樣的改動對近期新加坡種種挑戰有多大的應付能力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 一起分析一下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另一邊箱亦有一則車鏡片段 就是日前田裸車那單車禍的車鏡片曝光 和各位一起看看 我們先一起看看有關0加3的最新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港府公佈下星期一生效 取消上飛機前的48小時核酸檢測要求 旅客抵港的頭三天 獲發黃色馬 可以外出上班 上學 不過禁止入食肆 第四天檢測陰性 就會轉藍色馬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過去一個月不論商界和多位防疫專家 都強烈建議政府放寬入境措施至0加0、0加3等等 香港政府在今天9月23日終於公佈四項入境措施 由下星期19月26日開始 海外及台灣來港者入境檢疫 由目前的3加4 改為0加3 即是取消在指定酒店檢疫三天的要求 改為家居醫學監測 期間檢測陰性可以上班上學 而備受批評的登機前48小時核酸測試 改由快測代替 隨著多個地方放寬防疫措施 社會對入境措施放寬至0加0、0加3的呼聲越來越高 香港政府今天終於宣布再放寬入境措施 公佈四項新措施 包括由海外及台灣來港者 隔離改為0加3 登機前48小時核酸測試改為快測 未接種疫苗的港人可以回來香港 而回港議和來港議將會適用於全中國和不設限額 所有措施都會在下星期19月26日推行 現在海外及台灣來港者人士入境要3加4 即3日酒店檢疫和4日家居醫學監測 下星期一開始變0加3 即是無需再做酒店檢疫 只需要3日家居醫學監測 來港者到達機場後需要接受核酸檢測 但不用等結果 可以自己選擇交通工具回家 或者自選酒店醫學監測 即test and go 他們會獲發黃色馬隔 如果沒有染疫 3日的醫學監測可以外出 上班上學等等 但不能進入要自動查核疫苗通的表列處所 例如食肆、酒吧等等 要等3日過後檢測陰性才能獲發藍色馬隔 另外政府亦公佈 因應有不少人反映在外地難以找到核酸檢測 所以便會取消登機之前48小時的核酸檢測陰性要求 改為快測陰性便可以 另外以往港府是不容許未打針的港人由海外或台灣返港 由下星期一開始他們可以回來香港 但仍然要按香港現時疫苗通行證的規定 即要打三針、遲免針止或在過去半年才染疫才能獲發藍色馬隔 至於中國內地和澳門方面 政府公佈來港議、回港議將不設限額 並適用於內地所有地方和澳門的來港人士 同樣給他們來港的便利 李家超特首重申本港防疫政策不堂平 要控制確診數字、確保醫療負荷能力 另外港府亦會保護高風險人士 包括一老一幼、長期病患者 減少重症和死亡個案 他重申 政府是以科學精準的方法、識別不同風險人士 減少管控人數和範圍 容許最多的日常活動和涉及的人數 來自特首李家超下午3時半自己開記 早上講到最新的修訂 現在是0加3 零日檢疫酒店、三日家居醫學監察 簡單來說檢疫酒店將會成為歷史 不過這個做法是否真的可以搶回競爭力 難說今天最新的數字 新加坡已經爬了香港的頭 升… 紐輪港變成紐輪星 真是沒眼看 零便箱甚至是零加3也好 對旅客來說也未必有很大吸引力 加坡旅客來到香港 頭三天都是黃色馬 不准去餐廳吃東西 試買一個旅客 若然有幾天時間可以去旅行去香港 但頭三天只能夠留在酒店買外賣 最多可以去玩一下 不過不能進餐廳 不知道這個做法是否真的夠吸引力 零便箱最有趣莫過於盧寵貿局長年日以來都很生氣 最有趣不斷有風聲指盧寵貿局長年日以來都堅持 是一個相對緊的做法 即是說0加7可以考慮 現在不是0加7現在是0加3 但零加3也好看來跟原本說的盧寵貿式那種抗疫的策略好像有點不同 暫時未知盧寵貿局長有沒有最新回應 我們便會繼續緊貼 零便箱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車鏡片 根據HK01的報道 車鏡直擊田樓車墮橋一刻曝光 而此轉彎時失去平衡翻側 四輪朝天墮橋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一輛田樓車 在9月23日墮下連長度天橋並擊中一輛效霸 釀成一死四傷嚴重意外 今天9月23日早上網上傳出一條車鏡片段 拍攝到田樓車墮橋一刻 當時田樓車如長沙環麗寶路南行的快線往九龍方向行駛 投資這個海荔村附近路段一個彎位的時間 田樓車疑似失去平衡 後方的運營土攪拌器先向右傾側 左邊後輪離地 其後直接撞向右邊的石膊護欄 繼而整輛車向右翻側 四輪朝天墮橋 之後消失於畫面 大家看到相關的報導有相關的短片 說得非常清楚看到這輛田樓車是怎樣翻側 並怎樣跌落天橋 事件造成這輛田樓車的司機過身 怎樣說也好 希望死者安息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夠節哀順便 另邊雙也說說這輛社區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粉嶺單位微波爐短路起火 釀成兩貓兩狗死亡 女主人情緒激動 報導的內文是 今天9月23日下午12時 粉嶺花刀廣場綠座 有多名住戶報案 只有單位冒出濃煙 消防接報到場破門進入起火單位進行棍救 當時屋裡沒有人 不過消防員發現兩隻英國短毛貓和兩隻金毛尋回犬 他們當場被證實不治 大廈一共有十男十三女被疏散到安全位置 無人受傷 警方和消防經初步調查過後 相信是廚房微波爐短路起火 事件無可疑 外匯動物協會人員也有奉召到場支援 而不幸撞身火海的貓狗屍體 交由善中公司處理 據了解女主人回到屋苑時 經覺心愛的寵物死亡 一度情緒激動但拒絕送丸 當然想像到這位女主人有多傷心 因為一死就死了兩貓兩狗 並且說那件事挺無辜的 就是那個微波爐不知為何短路起火 只能說幸好沒有人受傷 亦希望無懈能去到彩虹橋 女主主也就是節哀順便 另一邊想和各位網友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中午的女生會個星期500元零用錢 港媽要求儲100元 網民一看地區就說有些離地 怎能儲得 報道的內文是今時今日 會個星期500元零用錢夠不夠用 有位港媽分享會個星期都會給中午的女兒 500元零用錢 包括早午晚 包括早午午餐和車費 最近希望她可以每個星期儲到100元 留些錢在周末用 或者養成儲錢習慣 不過女兒藉口多多 就說在九龍堂上學 吃完飯已經剩下不多錢 反而希望加零用 港媽又透露原本希望她 可以到石傑尾吃飯 猜不到她會留在九龍堂死 就說我們擔心這個年紀的女生 花錢沒有分寸 天文引起熱烈討論 很多人直言今時今日500元零用包兩餐和交通很難有錢 又認為應該要考慮女兒社交上的困難 不可能要求同學生日日陪她去石傑尾吃飯 這則網絡熱話不少網友還在給意見 每個星期五夠水給小女兒 原來是包括早餐、午餐和交通費 我是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